來 凱文老師 好 我們來看強尼戴普 其實年輕女生身材又好 所以一定可以穿那種 各式各樣怪物 我們也可以 這種心美姐 一定絕對可以駕馭的 你看就是不對稱的剪裁 是今年最流行的 它感覺上就是一邊是合身 一邊是寬的 好像一個小飛俠的罩衫 但是這樣垂下來之後 它其實是一件洋裝 它其實就是一件洋裝 白色的裙子 然後黑色的小緞帶 你會覺得很有態度 但又不無聊 然後又不會覺得好像 你哪裡沒穿好 只會覺得它是剪裁 很特別的一件衣服 然後為了要引這個黑色的緞帶 我配上了黑色的襪襪 今年很流行的 然後再用水藍色的條紋小包包 配上寬調的牛津鞋 這樣子的搭配 你就會看到其實藍色跟紅色 白色就是標準的海軍 對 但是它卻是用不對稱的剪裁 來引出這種年輕女生的態度 看像今年很多這種的 好帥喔 這個標誌 你看像 這個 大荷葉 秀 大荷葉裡 這個我又想到你 真的 很適合你 我好喜歡 大荷葉 然後或者是你看這樣子 不對稱 今天很多這種不對稱 感覺你裡面加了背心 袖手是要從這一個上去 這個洞出來 都可以 瘦的人你能夠直接出來 這個袖子就掉在這裡 然後可以穿進去就穿進去 都可以 就今年隨便你穿 所以也就是說 今年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自己 如果你沒有買這件 挖洞 沒有 你就自己穿一件 大Size的襯衫 裡面加一件背心 然後把扣子往下扣 扣在你的嘎吱窩 又或者是你看像這種 很漂亮的這種 你看 這個像不像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照片裡面 長版的襯衫 罩衫 然後它透過了 不同的條紋的布料 這其實很像 穿九寶林的設計 穿九寶林很久以前 就開始做這樣子 就是條紋的拼貼 裡面你就加上牛仔褲 OK 牛仔褲 你單穿也可以 但是加背心牛仔褲穿也很好看 不只是你看這種洋裝 真的好挺 穿起來整個人就看起來很挺 所以要顯腰身不見得 一定要很貼很軟的布料 透過這種剪裁 你也可以變得很有個性 但又很有腰身 你看像今天強尼泰普穿這樣 跟他剛才那樣子穿 你就會覺得 這件衣服同樣是一件式的 這件衣服看起來就有設計了 對 沒錯 利用特殊剪裁的服裝 搭配現在最夯的網襪 讓條紋看起來 更年輕又更時尚了呢